我刚实习的时候 他嫌我跟公司的同事 就是关系不单纯 不是不单纯 他叫 跟人家是爱称 他名字里有一个帅子 但是人家叫他帅帅 他跟我说过 不喜欢别人这么叫 觉得恶心 但是我就当时 我又管不住 就是同事之间怎么叫我 而且是我刚刚到这个公司 对不对 然后不光怎么叫我 而且对其他同事 也是这么叫的 都是这种叠词之叫 但是主持人 别人叫完他 他也叫人 他也是叫人家小小 就这么叫 也是爱称 一个组的都是这么叫 人家名字叫什么小小 我们都是这么叫 那不叫小小叫什么呢 叫小 但是我觉得他跟我说的 跟他做的完全不一样 不是 就我又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一个单纯 简单顺口 叫顺口方便 不会说你们第一次分手 就是因为别人叫他帅帅 他叫一个别人叫小小 你们就分了吧 不是吧 我跟他提的分手 对为啥分呢 他就是老是提以前的事 比如今天出现这个问题 把以前的就是各种问题都拿出来说 没完没了的说 我就认为情侣两个之间啊 吵架半嘴就挺在所难免的 解决的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 对不对 不是你们第一次分手 到底为啥还是没弄清楚 就是我就觉得受不了他这个老提 这个翻旧账这个事 他第一回提的是什么旧账呢 就是因为他跟异性 他跟异性怎么了呢 就是他自从实习以来 跟小小天天爱称 然后主管在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就给他发爱你啊 摸摸哒呀之类的 暧昧的词 不是小小和主管是一个人吗 不是 是两个人 都是女的吗 对 他跟小小叫小小 对 然后主管就给他发暧昧的词 然后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主管也在 小小也在 他们都是带着男朋友的 但是一直让他干这干那 给他拿个菜呀 给他弄个这 我就在旁边也不照顾我 因为我第一次去 我都不认识 当时那个主管给我发那些 就是他说的那些 我当时确实我看到了 我也就是挺吓人的 我直接当面就把主管给删了 我直接就把他删了 他做的没毛病 对啊 这是一个态度 然后后来他说吃饭的时候 然后我就觉得 就是刚入这个公司嘛 同事之间聚餐 那我自己有女朋友 我就把他带着 这要给大家认识 我觉得挺好的一个事 然后我就觉得他太敏感 太多想了 因为之前就是在一个饭庄吃饭 我在门口坐着 那个小小就是也带着男朋友嘛 那人家男朋友来了 为什么他不让男朋友给他加 让你呢 那我在旁边就是方便嘛 就拿筷子什么 就简单的这些举手之劳 然后我就给拿了 然后他就把这个事就翻出来 就跟我说 说我俩有事 我觉得都带着对象来了 能有什么事啊 那主持人 您看他特别有礼 但我也是跟同事吃个饭 跟正常的同事 就去吃个麦当劳 我还跟他说了 我说吃了什么 跟谁去吃的 然后跟他说明明白白的 他还是多想 说我跟人家有事 他就可以 我就不可以 这性质情况一样嘛 怎么不一样 我主动把你邀请过来 介绍给大家认识 你跟你同事男的 你单独出去吃饭去了 本来我这个人就挺敏感的 爱吃醋的 你一跟我说单独吃饭 我直接就火就上来了 那人家为啥就找你吃饭了 我都说了就我们两个在那店里 就我们两个员工 那两个跟老板一起吃嘛 那就不能单独出去吃饭嘛 自己吃自己的呀 那这不是因为想便宜嘛 然后AA吃那顿饭 行 听不明白了 年轻人吧 谈恋爱的时候 互相嫉妒是好事嘛 说明在乎嘛 心眼小也很正常 因为这事就分了是吧 我提分手 就是之前就很多矛盾加起来 累积的 然后就是特别无奈 然后他那个毛病一直不改 就是老是三九章 对你就说分是吧 然后你说什么 然后我就跟他分了 我同意了 就分了 对 然后你分完之后 有没有特难受 还是觉得特解放 还是难受的 我刚开始分完就是 特解放 一两天时候感觉挺轻松的 后来就是 慢慢就觉得挂你 心里空倒倒的 然后呢 然后就是主动就找他说话 一直坚持着 每天就跟他说两句话 后来就求他复合 两个月之后又复合了 教育孩子一定要讲究方法 十二岁到十八岁的孩子 给他看这十本书 他会越来越棒 他会放下手机 不再拖延 不再叛逆 结果超出你的想象 第一本 你不努力 谁也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 第二本 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 现在拼命的自己 第三本 余生很贵 请勿浪费 第四本 别在吃苦的年纪 选择安逸 第五本 你的努力 终将成就更好的自己 第六本 别在该动脑子的时候 动感情 第七本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第八本 再见了吧 拖延正 拖延正 第九本 别让生活耗尽你的美好 给孩子一个机会吧 你的礼物 让孩子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 你 试试 这一本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